前副總統吳敦義宣布 參選國民黨主席 琴跑行程 但參選當天提到 蔣經國就落淚 被網友戲稱吳哥哭 吳敦義正面回應 幽默看待網友創意 什麼都能聊得 吳敦義更自爆 朱立倫曾經幾次詢問他 是否搭檔參選2016 参選有顧慮 但也承認2016大敗是始料未及 這次出馬角逐黨魁 對手郝隆斌 提倡將黨員連署制度廢除 好無兩人有共識 要連署多少人 我基本上比較贊成 好副主席的這個看法 我覺得因為選黨主席 已經有資格的這個門檻了 就一定要擔任過中央委員 我覺得這可以考慮的 眾多候選人中就屬吳敦義 行政跟黨的歷念最完整 吳敦義穩扎穩打 面對國民黨主席大戰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